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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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罗飞 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 在座的各位 自己曾经感觉到过任何一种痛的 请举手 非常多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过一种痛 它持续了三个月 不管是断断续续的也好 连续的也好 三个月以上还没有好 也有一部分朋友碰到过 急性痛 也就是刚开始说的 随便的某一种瞬间产生的痛 每个人几乎都接触过 但是慢性痛就是那种 持续了三个月以上的痛 它的发病率也相当的高 根据美国的流行费学调查 美国人的医疗支出里边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用来止痛的 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调查 发现每三个家庭里 至少有一个人得过慢性痛的 而且这种慢性痛还不是很轻的 这里边有将近一半的人 是很重的痛 持续时间也不仅仅是三个月 经常是三年以上 那么在人群里边 这个慢性痛的发病率 会随着年龄逐渐增加 那么可以达到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 都有慢性痛 所以疼痛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么到底什么是痛呢 其实给疼痛想下一个定义也不太容易 那么国际疼痛学会 就做了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说疼痛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那么这种痛苦体验感觉起来像什么呢 就像是身上受了伤一样 而且它不光是一种感觉 还包括情绪 认知 还有社会的成分 听起来就是痛苦体验好像也没什么 但实际上疼痛是可以很严重的 像尔康说的我的头快要裂开了 这个是很多头疼的病人的感觉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三叉神经痛的病人 如果头疼的病人疼起来甚至会想要自杀 他疼到什么程度呢 大家想想他的治疗方式就知道了 他做了70次酒精封闭 就是用纯粹的酒精打到神经上 想把这个神经烧掉 打了70针 打了70针以后这个脸还是疼 那怎么办呢 他就做神经撕脱术 因为三叉神经有三支 他把三支每一支都撕过 所以撕了三次 撕完了之后他还是到疼不误 他跟我说他疼 他不敢洗脸不敢刷牙 因为怕不小心就弄疼了 疼痛很痛苦 没有疼痛难道就好吗 大家可以看这个小朋友 他叫埃萨克布朗 是一个美国小孩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他不知道疼 先天就不知道疼 所以他小的时候 小朋友都啃手指头 他能把手指头肉啃掉 疼痛到底是怎么感觉到的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一个刺激 刺激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觉得疼了 好像很直接 所以在笛卡尔那个时代 大家知道笛卡尔是个大哲学家 他昨天画了这么一幅画 这是他亲手画的 就是关于疼痛的 他提出了个学说 叫特异性学说 大家看这个图 里边有一堆火 对吧 这堆火如果靠近了脚的时候 这个脚上 笛卡尔认为有一个特别的疼痛开关 他感受到这个火以后 开关就打开了 然后顺着一条特别的神经线路 专门给疼痛用的 就传到脑子里 脑子里也有个专门接受疼痛刺激的部位 叫疼痛中枢 像个灯泡一样 外面一开开关 这个电过来 灯泡亮了 然后我就感觉到疼了 我就赶紧把脚躲开 所以这是笛卡尔的想法 叫特异性学说 这么想起来好像这件事情很简单 但是等我们看下面这个现象就知道 这个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开挂这个词 但实际上有的时候 这个词不光是说说而已 他身上真的会挂上很多东西 这个人在身上 皮肤上挂了好多铁钩子 钩子上还挂这些铃铛 你在看他的表情好像也不疼 对吧 有的时候比这个还要严重 就不光是挂上个铃铛 他甚至于挂了好多绳子 绳子后面拖了很重的东西 那么你在看他们的表情好像也不疼 受了伤感觉好像不疼 那么有的时候呢 就像这个打预防针的 这个针还没扎上去 他已经疼得撒压咧嘴 对吧 好像没受伤他反而觉得很疼 这样的现象就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 说这个疼痛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以就有很多科学家开始研究 首先呢 大家研究这个疼痛是怎么传递的 因为我们知道 感觉是用神经传递的 神经里面如果仔细观察 它有很多的纤维丝 这个纤维丝有粗有细 那么疼痛的传递 就是用两种最细的纤维丝传的 那么这两种纤维呢 它的外边 这头叫做神经末梢 上面有很多小的分子 当然说小分子 其实呢 在其他的分子比他就算大分子了 那么这些分子呢是专门来接受 冷的热的 机械的 化学的刺激的 当这些刺激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些分子就会被激活 然后我们这个神经上就产生一个信号 传到脑子里去 这么说起来好像有点像 刚才说的那个特异性学术 我们接受到这信号以后 我就会躲开 不管是冷热也好 机械化学也好 反正我会躲开 这个所以叫做伤害性疼痛 还有其他的各种疼痛 比如说像炎症痛 炎症大家都知道 炎症呢一般来说 组织受了点损伤 或者有感染 组织有破损 这个破损的细胞就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 而且炎症的时候呢 从血管里会有一些细胞进到组织里 这叫炎症细胞 他们也会释放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呢 在一起给它起个名字 叫炎症汤 这个炎症汤有什么用呢 首先它是用来修复的 它把那个组织里边破损的东西清除掉 然后修复这个组织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它一方面能刺激神经 让它产生疼痛 我们就开始觉得炎症就是疼 还有一个作用呢 就是它能让神经变得更加敏感 所以把那个不疼的刺激 变成疼的刺激 把小疼的变成大疼的 还有一类疼痛呢 就是神经病里痛 比如说我们受了外伤 这个伤刚好碰到神经了 那我们可能会产生神经痛 那么有的时候 不是外边的神经受伤 是我们的脊柱 因为脊柱是一节一节的 它的小关节 有的时候我们的动作不小心 它就有点错位 这个错位会影响神经的出入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疼 甚至我们脑子里边 有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点缺血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会让我们感觉到痛 大家想想 是不是这个不常发生啊 其实经常发生 比如说如果各位觉得 自己肚子里哪一个地方 好像老有点隐隐作痛 你到医院去诊检查吧 你还看不出有什么毛病 但是老是疼 这个实际上就很有可能 是神经病里痛 是因为脊柱的某一节 有点歪 影响那根神经 所有的这三类痛啊 本来都很简单 但是一旦持续超过了三个月 变成了慢性痛 它就不一样了 因为慢性痛啊 它不再仅仅是一种 像刚才那些是一种警报 它更多的是一种折磨 我们就会觉得很难过 因为一直在疼 疼了好久 而且呢慢性痛的现象 用刚才这三种痛的那个理论呢 再来解释 有很多解释不通了 所以大家就非常感兴趣 就想知道慢性痛的时候 大脑或者我们的心理 是不是产生什么奇怪的变化 要不然为什么它会这么奇怪呢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啊 神经科学界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想 一个呢 大家可能听说过 叫神经可塑性 另一个叫神经网络 那么这两种思想呢 让我们对大脑的认识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神经可塑性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几十年以前大家都以为 这个大脑只有在小朋友的时候啊 是在不断地发育 不断地在变化 那么一旦到了成年时间 大脑就不变了 固定了 但是呢 在过去的十几年 二十年里边 大家逐渐意识到 大脑其实啊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固定不变 因为我们大脑里边啊 有很多的神经细胞 对吧 那么神经细胞的活动方式呢 就是传递信息 一个细胞传递给另一个 这种传递呢 需要两个细胞互相接触 当这个两个细胞的信息 成功的传递的时候 这个接触就会被加强 如果这个传递失败了 这个接触就会被削弱 这个叫功能性的改变 如果这个反复发生的话 那么加强的时候 就会产生新的连接 那么削弱的那个老是削弱 原来这个连接就会断开了 所以我们大脑啊 其实不断地在产生功能和结果改变 随着我们每一个感觉的 情绪的 思想的 行动的 这个经历 大脑一直在变 一生当中啊 其实都在变了 这个思想呢叫做神经的可塑性 疼痛会不会引起大脑的可塑性变化呢 到了2013年的时候 摩冰就总结了一下 在过去十几年间 有关疼痛引起大脑变化的这个研究 他就发现啊 其实大脑里边啊 慢性痛可以引起大脑里很多地方 这个发生灰质的丢失 那么什么叫灰质呢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啊 都学过 大脑由灰质和白质组成的 灰质呢就是神经细胞集中的地方 而白质呢是神经细胞发出来那些纤维集中的地方 所谓灰质丢失 也就是神经细胞的萎缩 因为我们通俗的话来讲 就是死了好多脑细胞 慢性痛的时候 会死好多脑细胞 这个听起来很可怕是吧 因为比如说 这块地方啊是管思考的 如果死了好多脑细胞 我们的思考速度就会变慢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不用害怕 因为也有科学家发现啊 既然神经是可塑的 所以你采取对了措施 这个死了的脑细胞呢 还会重新补充回来 那么都有哪些办法可以补充呢 一个是我们要保持心情好 你要是抑郁了 这个就会死更多的脑细胞 如果你快乐的话 脑细胞就会回来 第二个呢 就是你不要紧张 要学会放松自己 一紧张啊 可能就会死脑细胞 学会放松 多做做放松训练 那么慢性痛能导致 大脑皮层的这个灰质丢失呢 就说明啊 在慢性痛的时候 大脑的工作方式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或者说呢 换一个角度考虑 很可能正是因为 这些大脑工作方式的变化 导致了慢性痛的持续存在 这是关于神经可塑性 那么第二个理论呢 就是神经网络 就过去啊 大家觉得大脑是分区工作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负责感觉 这个地方呢 负责运动 这里管说话 这里管睡觉 各有各的任务 但是呢 这是以前的老故事 那么最近这些年 人们越来越觉得啊 大脑不是这么工作的 因为神经都是互相连接的 那么大脑就像个网络 在不断地在互相在讨论 神经和神经啊 如果在座的各位 每个都是一个神经细胞 大脑里它是 每个人都跟每个人在说话 那么这样讨论的结果 大家得出一个结论 说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是一个 集体决策的一个状态 这叫神经网络的学说 那么疼痛是不是 由神经网络来处理的呢 我们从2002年开始啊 就做了一个 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采用的技术呢 叫清醒动物的电生理技术 我们把这个很细的电极丝 埋到大鼠脑子里 大家注意这个电极丝啊 在这里看好像挺粗 其实每一根只有250个纳米 我们用的动物呢 叫做大白鼠 这不是我们平常说的 实验用的小白鼠 是比较大一点的白鼠 叫大白鼠 把这个电极埋好之后 我们给它接上电缆 然后让它自己自由活动 这个在2000年的时候 Price这个人 他提出了个想法 他说疼痛很可能是分通路的 有感觉的通路 有情绪的通路 那么大脑里边啊 这些红色标记的地方啊 就是传递情绪的 蓝色标记的地方 就是传递感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两条通路上 找了这四个地方啊 埋电极 就想观察 在疼痛发生的时候 大脑里的这个感觉 神经元和神经细细细细细细 到底都在干什么 我们在这四个区域里边啊 能同时记录 一只大白鼠 可以同时记录 几十个神经细胞 这是这个技术的先进的地方 这里边每一行 就是一个神经细胞的活动记录 每一个小竖线 就是它一次放电 顺便跟大家说一下 神经细胞的活动啊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放电 什么叫放电呢 就是神经细胞的膜里边 平常是负的 负电位 但是它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瞬间变成正电位 这种活动呢 叫做放电 而且这个放电 会顺着细胞传到很远的地方 给下一个细胞 所以大脑里主要的 能传出去的工作方式 都是放电 那么我们的技术呢 就是记录 这一大群细胞 都是怎么放电的 然后记录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它们不是自己放自己的 它的互相之间是有交流的 就是这个细胞放电之后 在固定的间隔之后 另一个细胞就会放电 我们就发现 第一点呢 就是大脑里 我们记录的细胞里 有一大半都对疼痛起反应 那这个跟我们以前想的不一样 以前呢 像迪卡尔说的 特异性学说嘛 那么我大脑要处理那么多事情 应该只有一小群细胞管疼痛 但我们现在发现 有一大半的细胞都跟疼痛有反应 第二个不对就是 它们互相之间啊 都是在交换信息的 下边的视频呢 就是我们刺激 给大鼠疼痛刺激 那个灯一亮就表示刺激开始 颜色越亮呢 就代表信息越强 然后我们就看出来 整个刺激过程中啊 这四个部位 我们记录这四个部位之间啊 神经细胞互相都在交谈 都在交换意见 那么交换意见到最后 这个老鼠就知道 我被刺激了 我疼了 所以它就要躲 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实验 我们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实验 最后得到的结论呢 就是说疼痛是由神经网络处理的 所以就推翻了以前的那种 特异性的学说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并不是说刺激到我们身上 我们就一定能产生疼痛的感受 它是中间要经过这个神经网络的处理 而这个神经网络呢 像我们刚才说的 它是可塑的 也就是随着我们的经历 它会不断地有所变化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看那些图片 有的人受了很多伤 好像也不疼 有的人还没受伤就觉得疼 因为我们的神经网络是不同的 换句话说 我们所感受到的并不是那个刺激本身 而是我们大脑里神经网络处理那个结果 是我们的大脑中的那个现实 并不是外界的现实 说到这里啊 我们就开始想 到底有哪些因素 会影响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对疼痛的处理 我们主要介绍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方面就是感觉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上学经常要在课桌边走来走去 不小心膝盖就碰到课桌上了 对吧 那么碰到课桌以后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就赶紧揉一揉 那么这个揉一揉实际上呢 就是用感觉来调节疼痛的一个方式 那么在我们国家的中医学里边 有专门把这个技术给放大 就是用针灸 我们选定的比较敏感的地方扎上针 这个针的感觉更强 传进去以后 就能调节那个疼痛的神经网络 这样我们疼痛就缓解了 而这个办法呢 在西方也有类似的方式 叫做指压技术 就是用手指头去按压 神经比较敏感的部位 然后用这个感觉来调整疼痛 来缓解疼痛 第二方面的因素呢 就是情绪 大家可能看电影的时候 都见过这样的情节 就是在战争的时候 冲锋 冲啊冲 等着一个战斗完了以后 我这什么时候受伤了 哎呀不行了 疼死了 不用动了 在打的时候没觉得 就是应激能止痛 那么为什么应激能止痛呢 实际上是有进化意义的 因为我们的祖先呢 经常需要去捕食 去追那个猎物 或者呢被别的东西追 比如说狮子老虎来了 我们就赶紧跑 如果你一有了伤就动不了了 那你就饿肚子了 追不上猎物 或者被天敌就吃掉了 所以我们这个应激止痛呢 能帮助我们 打怕有伤 我还是可以去抓猎物 或者还是可以跑 这是应激止痛 那么第二种现象呢 就是抑郁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抑郁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精神系统的现象 那么抑郁症的病人呢 他的慢性痛的发病率非常高 比正常人要高四倍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就是如果把这些慢性痛的病人 请到实验室来 然后我试一试 给他各种疼痛刺激 就发现呢 他们其实不太敏感 他们经常是 你刺激他 他觉得无所谓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就想研究这个现象 所以我们就用大白鼠 做了一个抑郁的模型 那么这个就是一只抑郁了的大白鼠 抑郁了之后呢 我们给他各种疼痛刺激 来比较 他跟不抑郁的大白鼠的那个反应 然后我们就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这个刺激啊 是不一样的 有的疼痛刺激是能躲开的 比如说我拿个热的东西烫它 它就抬脚 躲开了 对吧 或者我拿一个尖的东西刺它 它也会躲开 所以这种能躲开的痛 抑郁的老鼠都是不怕的 它不光是行为上不怕 它脑子里头反应也小 这个图的右边是抑郁的老鼠的图 左边是正常老鼠的图 这个神经反应越大呢 红色就越深 大家可以看出来 正常老鼠对疼痛的反应有一定的量 但是抑郁的老鼠的量 比正常老鼠要小 对于这是能躲开的痛 躲不开的痛怎么样呢 抑郁的老鼠就反应非常强烈 所以这样我们就能理解 为什么疼痛的病人 抑郁的患者如果来到我们的实验室里 你用各种方法刺激他 他不在乎 因为你给他的刺激都是能躲的 既然能躲他就不在乎 而他自己身上的慢性痛是躲不了的 他一直戴着 所以他就觉得非常疼 所以他们的慢性痛发病率也就非常高 第三类的影响叫认知 大家知道认知是我们人类最了不起的功能 有很多种 所以我在这里只介绍两方面 一个叫预期 一个叫经验 疼痛的预期 也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我要疼 这个时候会怎么样 我们就用老鼠做了一个模型 我们先让这个老鼠给它一个声音 它听到声音之后 再紧接着给它一个疼痛刺激 这两个东西互相形成条件反射 但是这里边有个诀窍 就是声音和刺激之间 这个时间间隔并不是固定的 它有点波动 有的时候快点有时候慢一点 这个老鼠听到声音以后 它知道后边要有疼 但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疼 所以这个预期叫不太确定的预期 不确定的预期会有什么结果呢 就是老鼠的神经对疼痛的反应 明显被放大了 黑点点的线就代表着 它知道声音信号 代表疼痛之后 它对疼痛的反应 比起它没学会之前 或者已经忘掉这个关系之后 反应都明显地加大了 就说明了不确定的预期 能放大我们对疼痛的感觉 那么是不是确定的预期 就对疼痛影响就小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 这次我们用人来做 那么人怎么做呢 这个握力器啊 大家知道一般的握力器是光滑的 比较平滑 捏着它不疼 所以我们在那顶上 缠上了一些比较粗糙的东西 这样它一捏就会疼 这个捏法呢 也有两种捏法 一种呢 就是它左手拿着握力器 用右手来挤左手 或者呢 还是左手拿着握力器 但是别人拿着它的手去挤它的手 然后让它报告究竟哪一种情况下它觉得疼 结果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白色的柱子是它自己捏的 黑色的柱子是别人捏的 就是它觉得别人捏的要疼一点 自己捏的不疼 虽然都捏到同样的程度 所以这个现象让我们想起来啊 就是在很多宫廷剧里 像这个容嬷嬷这个 它一旦犯了错误 它就说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自己打自己 它为什么不等着别人来打呢 很简单呢 自己打的不疼 别人打的太疼了 刚才讲的预期 然后呢再讲讲经验 那么经验怎么做研究呢 因为涉及到经验嘛 所以就要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创造一个经验 对吧 第二个阶段观察经验的影响 我们把大白鼠分成三组 第一组呢就是这个红线的 我们在脚底打了一种化学物质 叫CFA 它能够引起它的一个月的慢性痛 第二组呢就是黑线的 打的是生理盐水嘛 就是它身体内的同样的液体 所以它不会有疼痛 那么第三种呢 虽然也打的CFA 但是及时地给它做了疼痛治疗 所以虽然它也有炎症 但是它不疼 被止住了 那么一个月之后啊 这三组老鼠就都不疼了 对吧 都不疼了之后 我们再做第二个阶段的实验 打另一种化学物质 这种化学物质是个短效的 只有一个小时的痛 然后我们就发现 曾经有过慢性痛经验的老鼠 这个时候的反应特别剧烈 你看这个红线 比其他的两组都要高 而如果没有过慢性痛的经验的 就没那么高 而有趣的是 如果本来是有慢性痛 但是被及时地治了的那些老鼠 它的反应也没有那么高 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真的得了慢性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及时治疗 如果你没有及时治疗 哪怕最后好了 你还是特别怕疼以后 还是更容易得新的疼痛 所以你一旦有疼 赶紧治 不要拖着 然后呢 我们就想看一看 在这种情况下 它是不是更怕疼 刚才说的是真的有疼 还有一个呢 我想知道它会不会怕疼 所以我们在疼痛之前 先给一个声音 然后再给一个很小的疼痛刺激 训练它一下 那么训练一下之后 这次我们只看它怕不怕那个声音 结果我们就发现 这个对于那个有过慢性痛 还是这个红线 有过慢性痛经验的这些动物呢 它特别怕疼 它很快就学会了 这个声音会引起疼 它怕这个声音 而且呢 后边也望的比较慢 到了这个曲线的后半截 是它一望曲线 而最有趣的是 你看这个灰线 这个灰线也就是 当初虽然有慢性痛 但是及时治疗的 这批老鼠啊 干脆就不怕 它根本就不会怕这个声音 一点也不怕 那么这个现象呢 不光是在学习的这一天 有这个现象 那我们隔了半个月 隔了一个月 隔了两个月之后 再去观察它对声音的反应 发现啊 有慢性痛使的老鼠 会把这个声音的害怕 记得牢牢的 它过了两个月之后 它还是怕这个声音 而那个没有慢性痛的 或者慢性痛及时治疗的这个动物呢 它就没有这个现象 刚才我们说啊 感觉情绪和认知会影响疼痛 反过来呢 疼痛也可以影响这些因素 比如说啊 我们不知道大家 如果大家有个特别肚子疼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疼得眼前发黑 或者一下子觉得耳朵都什么也听不见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疼痛 影响了你的视觉和听觉 那么疼痛呢 也同样可以影响情绪 这个表现在什么呢 不光是抑郁会并发慢性痛 而慢性痛呢 更会并发抑郁 慢性痛病人的抑郁发病率 比正常人高多少大家猜 高十倍 所以大家如果有了慢性痛 必须要赶紧治疗 不然的话 你比别人多十倍的机会啊 会抑郁 那么讲了刚才这些啊 我们就发现 对着我们的感觉 情绪或者认知 或者甚至我们的社会经历的不同 当我们说起疼的时候 我们心中所想表达的东西 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于一个经历过严重疼痛的人 他表达的就是那个非常剧烈的痛 对于只是被钉子扎过一下的人 他表达的就是那一点点痛 所以说我们说的痛 其实是我们脑子里的痛 同样的 我们感受痛的时候 也是用我们脑子里的痛 去体会那个痛 说到这里啊 我们想起来 其实有几种非常常见的说法 说我的心好痛 或者说你的良心难道不痛吗 这个说法呢 跟刚才说的不一样 它是代表着心理痛 或者叫社会痛 心理痛也好 社会痛也好 它是不是真的痛呢 有人做过这个脑成像研究 就是当一个人觉得自己 心好痛的时候扫他的脑子 和那个他身上被刺激了的时候扫脑子 看有什么差别 就发现这两者有相当多的共同之处 换句话说 当你觉得自己心好痛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是觉得自己 哪个地方有点痛 对吧 而不是仅仅是说说而已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关爱别人 当别人告诉你 他的心好痛的时候 你要爱护他 还有一类疼痛啊 叫做心缘性疼痛 也就是这种疼痛呢 他完全是由心理或者说由我们大脑产生的 你在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只是他自己心里觉得疼 这个疼痛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不确定的 有的时候觉得这边疼 有的时候觉得这边疼 而有的时候强 有的时候弱 有的时候疼 有的时候不疼 所以这种病呢 给他起个名字 叫做不定陈述综合征 也就是这个病人来找大夫的时候 每次说的都不一样 大夫也拿他没办法 因为他每次来说都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那么大夫最后就知道了 原来是他是心理的 还有一种疼痛呢 他倒是老在一个地方疼 但是他并不是稳定的 他是随着自己心情在变化 他一紧张就疼 一焦虑就疼 一抑郁就疼 所以这种情况呢 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 躯体化症状 换句话说呢 他是把自己的心理状态 投射到了自己身体上 去加重身体的那个疼痛感受 而且躯体化呢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呢 中国人的躯体化呢 这个发生率比西方人要高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特点啊 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 不大倾向于说出来 自己心里很不高兴啊 我很郁闷啊等等 但是最近这几年有点变化 大家是更开放了 在过去尤其是 所以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疼 你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最近情绪不好了 你这个疼也许就是情绪引起的 那么最后呢 祝大家远离疼痛 健康快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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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